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梁子官失窃 我军腹背受敌 延西山三十夜间做出决定 心口全部守军 后撤 命令我心二师 坚守阵地十二小时 让咱们坚守阵地十二个小时 这不明摆着 把咱们往枪口上送 给总部发电报 我心二师 军口徽战 消耗日军大量有生力量 唯有娘子官防范疏漏 才支持日军乘虚而入 现在保卫省会太原 不容有失 应该立即南下 构筑防御攻势 以立抗战大局 我心二师全县南下 保卫太原 瞧瞧洪同志 电台就交给你了 这可是咱们师的宝贝疙瘩呀 你要小心 放心吧 同志 教学任务完成以后啊 我就还回去 队长 我刚才无意中听到了国军先尔是要撤退的消息 他们撤退了 整个新口部队就剩咱们一支部队了 这不是把咱们往鬼子嘴里扔吗 你这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 经过ừa他 这行 我知道了 你先去吧 是 在那之后 刚才我批评疏 巫区 向全线撤退 日军记载迅速 我独立旅随时都面临着 被日军包围的危险 我要见旅长 同志 旅长在开重要会议 你不能进去 谁在外边 报告旅长 是炮兵队的洋队长 他怎么来了 旅长 此次会议 关系到我独立旅的存亡 炮兵队的重型火力 也是这次讨论的关键 我建议让杨志华同志 练习会议参加讨论 让他进来 是 报告 旅长 得到最新的情报 新二师已经向西全线撤退 我们都知道了 你坐下 参加讨论 好 目前我们的情况很危急啊 日军进展速度非常快 而且步步紧逼 我们独立旅 已几乎陷入他们的全面包围 我有个建议啊 把我们的部队分成两个部分 由西和北两个方向突围 旅部及直属部队 由三十三团掩护 重火力部队要轻装行动 要么就地掩埋 要么炸毁 重武器这么少 就这么一点加点 这都是士兵们用血汗换来的 就这么炸毁太可惜了 这些家当 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 这么炸了 谁不心疼啊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把它炸了 总比都给消费这么强 旅长 这件事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我先声明啊 炸毁重火力 那也是迫不得已 我不心疼啊 可这不是权宜之计吗 你们是有更好的办法 只要你们有更好的办法 能解我的燃眉之急 那我没二话 没有什么疑议 那就照这个执行 署长 我反对 杨长王 你有什么想法 说说看 这小鬼子呀 是机器化部队 就算咱们跳出了他们的包围圈 也会陷于被动的 更何况咱们是向西向北 两个方向撤退 那样呢 兵力会分散 咱们会更为不利的 你接着说 旅长 小鬼子呀 想吃掉咱们的独立旅 目标肯定是旅部 而我们炮兵队呢 是咱们旅唯一的重火力部队 我是这么想的 我可以带领一小股部队 带着火炮 来充当诱饵向北撤退 这样呢 咱们整个旅 就可以向西撤退了 旅长 这是成功突围的唯一办法了 我愿意带领炮兵队 还有步兵来完成这次任务 只要有步兵 有炮兵队 就是主力部队的标识 我相信小鬼子一定会上当的 队长 这主意不错 什么不错呀 不行 八路军培养一支炮兵队不容易 就是牺牲一个人 那也是重大损失 我不同意 我认为啊 杨志华说的不无道理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 这恐怕是最好的霸道 可以实施 所以这次杨志华说的 是最好的弹性 以外的地方 这次杨志华想起来 把我的每一个炮兵 都带回来 是 将军 我军在正态路一线 节节胜利 倩缘古城也被我攻陷 敌人在心口 已经是腹背受敌 被捕撤退 所以他们对我们来说 以不足为患 燕汐山这个人 我很是了解的 目光短浅 胆小怕失 哼不了大气候 是 燕汐山的部队和中央军 已经撤离了 现在只剩下 八路军的一支部队 还在抵抗 我们会很快将其消灭 只是时间稳定 八路军心口会战 这支部队 频频对我军两意袭扰 使出游击战的伎俩 扰乱我军后方 迫使我军回首 延迟了南进计划 这支部队若不斩草出根 日后必成大欢 将军 八路军现在心口 抵抗卧军功致 那是痴心妄想 我们在心口耽误太多时间了 我们没有太多的耐心了 对付八路军这样一支 装备极差的杂牌军队 我想对支野军来说没有难度吧 没有难度 八路军想要抵挡我大日本帝国前进的战车 简直一向天开 这一次不要再让他们侥幸逃脱 我命令你三天之内结束战斗 咱们的主力部队是从这个地方向西撤退 我呢 带着咱们的火炮配合李华兵向北撤退 到达赵庄以西和大部队带宋庄回合 我这次准备带领二十个战士 老爷 这可是九四一生的行动 我想一起参加 老爷 你要也参加了 没有个什么闪失 那咱们炮兵队那不散了吗 那剩下的同志怎么办呀 咱们这儿不能为一个领头的呀 洛爷 炮兵队没我照样就叫炮兵队 没了你那才叫真散了呀 行了 你就别跟我争了 每回你都跟我争 又争不过我 我给你交一个实礼啊 这次我带二十个同志 不见他全都能回来 万一我有什么闪失的话 你 不能让咱们的炮兵队散了 洛爷 答应我 我 梁志伯 商量得到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 你们要撤 对啊 理直气壮 你们要撤了 那我们仙二师怎么办 不完全暴露给小鬼子了 到现在你还不知道呢 不是我们要撤 是你哥带领的仙二师 他们撤退在先 把我们暴露给小鬼子了 不可能 可以 到吗 你和我答应 你还答应 你真是 都不存在 属于 那种除非 我们还绝了 这次上 然后在这里 我还不信 看来这是真的了 是啊 日军攻势谋猎 以我力量悬殊 心眼无成已被攻陷 如果再不撤离 我们将腐背受敌 快大哥 心口一线这么重要的阵地 我们就这样拱手让人了 这是上风的命令 就不必多问了 大哥 以我所见 演下我们最重要的是 重整部队 全力应战 幼稚 全力应战 严锡山已经下令 七口守军 全线退守太远 却偏偏让我们心二师 拖住敌人攻势 坚守十二小时 这不是 拿我们心二师当炮灰吗 严锡山这这老狐狸 大乱蹬头 比谁跑得多快 十二小时 放屁 十二小时 我的部队早就完了 可大哥 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的 八路军的独立领还在呀 怎么 你也想起八路军 中央军嫡系部队都靠不住 八路军能行吗 他们也自不量力 我可不愿意 跟他们一起当炮灰 拼金光大戒已经证明了 八路军是有决心抗日的队伍 跟他们一起作战 我相信我们是有胜利的希望的 大哥 小鬼子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自己 先打了推弹鼓啊 西平 我要提醒你 你去当教官只是暂时的 你不会 永远想待在八路军队伍里吧 但 不要啰嗦了 撤退命令 已经下达 你我在这儿说话的时候 我想我们有的部队已经撤离阵队了 多说无意 大哥 大哥 我 大哥 杨志华这次啊 带的是小分队 去做突击任务 你认为风险有多大呀 以我力量悬殊啊 仅凭一支小分队深入诱敌 这一仗肯定是异常凶险 小分队向全身而退 恐怕 是啊 目前看来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只能冒险一事 让炮兵队联合步兵连 一旦与敌人交锋 步兵连可以全力地掩护炮兵突围 这个连队的责任很重 你觉得哪个部队能担当此重任呢 我建议 三十三团礼华兵连 不仅个人单兵作战能力强 而且团队组织协调能力也不错 应该可以完成这次任务 好 李华兵那边你跟他谈谈 尽量配最好的武器多配弹药 报告 报告旅长 杨队长找你 让他进来 是 是 旅长 政委 杨志华 我跟政委都商量过了 这次助攻的人 由李华兵连配合你们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希望吕布配给我们队 一个大功率的电台 啥 因为有了大功率的电台 就标志着吕布的存在 这个电台不仅可以跟你们联系 而且还能扰扰鬼子的判断 我认为可行 同意 好 沈顶 沈顶 你刚才进 graduated 是 你 同志们 国民党新二师 已经吹响了车队的号角 现在我们成了孤军 吕布已经接到了上级的命令 要求我们马上安全转移 但是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 因为鬼子 现在离我们已经非常地近了 为了保证吕布安全转移 我们抛兵队 要派出一支小分队 来掩护吕布 来吸引鬼子的注意力 带着鬼子的大部队 周旋四十八小时以上 这次任务非常地艰巨 我说白了吧 参加小分队的同志 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我想问问大家 有没有胆量 有没有信心 能够完成这次任务 有 老远 家中少有老 下有小的 请处理 是家中独子的 请处理 请处理 是家中独子的 请处理 是家中独子的 请处理 将有必死之心 世无贪生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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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无如此豪情 何愁抗日不成 同志们 这次任务 说是小分队 其实就是甘死队 我知道你们不怕牺牲 但是 部队有部队的纪律 你们必须服从 我再说一遍 是家中独子 请处理 周焦伍 大 周乐天 大 焦伍 你哥哥上个月 在新口战役中牺牲 你就是家中的独子 乐天 你弟弟 被鬼子抓紧当劳工 你也算独子了 不能参加这次行动 执导员 我不走 执导员 哈峰顿在哪儿 我们在哪儿 这是你 哈峰顿 你们必须服从 好 助力 是 是 王铁头 到 田昭帝 到 刘大哥 到 你们三个人 随我完成这次任务 从你们的各自班里边 挑选二十名战士 一起参加小分队 记住 记住执导员的要求 是 是 是 小分队 阿葵 阿葵 阿姓 阿葵 阿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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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报 选择完毕 如烈 点到名的同志留下 没有被点到名的 马上准备撤离 去吧 是 是 是 同志们 我杨志华 长这么大 没服过谁 也没怕过谁 就是小鬼子 国民党 当年把刀架到我的脖子上 我也没认过怂 但是今天 我敬佩你们 我也感谢你们 我杨志华 给大伙儿鞠躬了 我杨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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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准备吧 是 是 队长 指导员 乔小红准备完毕 你应该知道 上级给你的具体任务了 是吗 知道 第一次上战场 别怕 有我们哪 请队长放心 我以兵党员的身份 向你们保证 保证完成任务 走 去准备吧 是 好 志华 权力转移 我这边的事情太多 出不出身 你安心去完成任务 孩子我会照顾好 注意安全 我在宋家庄等你 杨志华 杨志华 我从卫生队给你们准备点药 这次任务太危险了 你拿着 那谢 杨志华 你要活着回来 知道吗 一定 你 没有 没有 我 又正好 一 准备 我 老 你知道吗 感杂 泰 老 你 你 把你 岑田军 锦田军 有没有闻到一股气息 气息 什么气息 血腥味 血腥味 战斗还没开始 哪来的血腥味 人们都说 即将死去的人身上 会散发一股血腥味 我似乎已隐喻于闻到了 几公里外 阿鲁尖独立铝身上的 那股血腥味 大家速度快一点 快 大伙 刘洛洋 炮得留下 为什么 咱们这次转移 速度是关键 带着它 怎么有速度 赶紧给我藏进来 不行啊 资导洋 这炮是我们命根子 它比我重要 你就别争了 人活着 炮还可以再找吗 扶着别来 是 是 他走 杜教官 你可回来了 赶紧收拾东西 咱们马上转移 杨洁华 他已经走离这儿了 快去收拾吧 大家快一点 你们 快 队长 咱都走了那么长时间了 你说小鬼能上哪儿 你休息 你休息 队长 散开 队长 散开 进队 把电台给打开啊 是 队长 我想每一小时 把握一次 甚至可以用名码护送 聪明 把戏给演足了 是 是 什么人 是我 阵长兵报告发现鬼子 多人呢 情况不明 估计有一个小队 你记着啊 得把他们全部吃掉 让他们作一会儿 吸引鬼子的注意力 去吧 好 走 把炮给夹上了 再帮我来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发现八路有所动作 不过 盐溪山的部队 国军新二师 已经撤出阵地 所以我相信 八路很快就会有动作 最有可能 从北部 或者从西部突围 发过长官 我们的部队 在北部与八路军遭遇 正在激战 根据前线士兵的报告 这支部队不同于 以往的敌人 战斗水准相当地高 马上派一个中队前去支援 务必将敌人歼灭 是 打承受命令人的船 有机会 不过 我们的船 都应该要务必将 在外面的船上 在外面的船上 驾 景天君 听到没有 这就是 德国最优秀的 伯福斯山堡 独有的空名声 职业君 有新的发现吗 这段时间 我和共产党的 八路军一直打下头 据我推断 这种伯福斯山堡 是独立旅 直属炮兵队 最重要的获利 无论这种山炮 走到哪里 他们最重要的获利 就会跟随到哪里 太好了 看来 这就是八路军的 主力部队 应该立刻全线出击 景天君 现在下这个结论 还有点为时过早 职业君 还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八路动下不明 大路军是一支 非常狡猾的队伍 最善于伪装自己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 他们有可能使用的 是张研发 凭着一枚伯福斯山堡 就能断定他们的 主力部队的位置 这卫免 太武断了吧 有道理 职业君 还有什么高见 是 陈牧 立刻派人侦查 我要知道八路 最准确的活力装备数量 是 放 职业君 何时才能出击呀 报告长官 根据八路军 炮火的密度和数量来看 以我推断 这至少是八路军的 一个炮兵牌 在对我们进行炮击 那有如此火力装备 恐怕只有八路军的 主力部队 报告长官 我们发现 八路军电台活动频繁 断定是 八路军独立旅指挥部的 大功率电台 电台现在在什么位置 星口北部 锦天军 我现在可以断定 我们遇到的这支部队 一定是八路军的 主力部队 前面出击 向北堵截八路军 我们要清零前线 活捉八路军主帅 海队 十二人 十二人 杜 杜大王 他没跟上 不是让你照顾他吗 怎么会掉队呢 刚才队伍休息的时候 我睡着了 醒了他就不见了 真让人不省心 赶紧去找 是 等等 再带两个战士 记住 不论找到没有 天黑之前 一定要赶到宋家庄 和部队会合 注意安全 是 你们俩跟我走 小五 回去 是 出发 我 我 也不是 有 这 是 铁党 哥 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赶紧通知李连长 三分钟之后 我会用炮弹打出弹幕 让他利用弹幕赶紧转移 快去 是 是 邹先生 上 戴长二分三百 将有一车队 是 去拿着多严护 二分三百 给我撤 撤 杨志华 行啊 一门大炮 你给我打出这么好的屏仗 够日子 小鬼子 给我狠狠地打 同志们 驾 驾 杨志华 我们记下了两次攻击 牺牲了那么多士兵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景天君 你看到了吗 这么猛烈的炮火 证明我们已经紧紧盯住了 八路军独立旅的主力部队 帝国勇士的牺牲是值得的 我要让八路加倍地偿还 有喜 这些军 你想深得板渊将军的信任 这次我越来越明白 这其中的缘由了 景天君 板渊将军 对我们的信任是一样的 只要这次 我们能够抓到八路军独立旅的 最高指挥官 这无疑对共产党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对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来说 也是一次严重的警告 让他们知道 联合八路对抗我们 是永远战胜不了的 对 队长 你也已经撤了 好 同志们 咱们撤 撤 什么东西 撤 快跑 快跑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小太太地道了 你把我支开一个人 跟支野小男交战 你什么意思 行了 我对他那了解不比你少 这账能离开我吗 这都是玩命的活 赶紧走吧 看见没有 你的老师支野小男来了 还不赶紧走 我刚来就撤 啥意思啊 什么刚来就撤 你不来我还想撤呢 再不撤 当然支野小男给你收拾啊 快走吧 报告 我军刚刚攻占敌人体 他们已经利用炮弹 掩护屠尾转移 什么 想跑 这是八路军惯用的剂类 没有关系 炮兵队携带武器很多 跑不了多远 立即跟进 打掉炮兵队 权旅各部队 一路续到达宋家中 不知杨志华那边情况如何呀 报告旅长 杨志华还是联系不上 知道了 还是联系不上 怎么还是联系不上啊 不是让他们背着电台了吗 旅长 郑伟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 都这个时候了 你们可别瞒着我 有什么事你们得跟我说 没有瞒你 玉萍同志 这你也看见了 这现在是联系不上了 这也属于正常现象 你想想 他这电台总不能老开着吧 对不对 这样吧 你先回去等消息 等这边有消息啊 我立马通知你 好不好 行了 让他在这儿等等吧 报告 队长 政委 炮兵队指导员陈永利 规见报道 怎么样 路上顺利吗 遇到了南谷伪军 顺手就消灭了 现在全队正在休整 只不过 出什么事了吗 杜庆明丢了 这些个大活人 怎么会丢了呢 准确地说 是他自己跑 跑了 他为什么要跑 我觉得 他是去追杨之华了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公立啊 不管怎么说 这个杜庆明 是咱们请来的客人 是教官 千万不能出什么查错 是 队长 有我们杨队长的消息了 没有 到现在了 整支部队 都没有任何消息 嫂子 小分队是不会轻易出事 放心吧 他们吉人天降 你就等消息吧 这小鬼子对你的阵地 发起走空了啊 我爸爸还工地愿不愿意好呢 他根本就想不到 咱们早就撤出阵地了 尽管浪费他的炮弹去嘛 不过呀 咱俩想逃出只野的包围圈 也不是见农民的事 等等 停 原地警戒 给走 地图 来 小柱 咱们商量商量 好 你们看啊 咱们的位置在这儿 现在小鬼子在这儿 那么小鬼子呢 都是机械化部队 他们的炮肯定要走大路的 而咱们呢 比较灵活可以走小路 所以我觉得呀 一会儿你在这儿 舍服 我在这儿舍服 这两个地方打伏击的话 够小鬼子喝一壶了 行啊 老杨 这打游击战 是咱们步兵的强项 你现在能用炮兵打游击战了 了不起 不错 这两个位置 利用高度的落差 来调整时间差 是打伏击的好地 那就咱们定了 行 老杨 清兵 我去准备一下 好 赵小龙 好 给我倒 那我去看看炮 好 来 田朝廷 一会儿乔小红就交给你了 我们在前面打仗的时候 你跟他在后边 不许上来 不是 队长 你这 这 马上打鬼的 我也想参加战斗 这个任务别人能完成 你交别人去呗 你小子面那么多废话呀 执行命令 是 老杜 好了吧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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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丹辉和炮架留下的痕迹来看 他们应该只有一门重炮 不可能 不像是一门重炮 八路军向来诡计作端 会不会是他们故意把痕迹擦掉 来迷惑我们 这是最有可能的 他们一想不按常理出派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长官 绝命追击 绝不能让八路跑掉 快 队长 山底发现小鬼子 朝一连埋伏的方向去了 多人呀 三人来个 这老职业真狡猾啊 进山谷的路有两条 他派这几个人进来 显然是试探我们有没有埋伏 让李花兵 把仙头部队给他放进来 咱们等着他上钩 是 不不不不 不对啊 咱们的任务是 安全地掩护大部队转移 在没有得到他们 转移的消息之前 咱们能拖就拖呀 干吗呀 把枝野给放进来干吗 咱们跟枝野正面交伙啊 咋你怕了 什么我怕 我们这么好的地势 他们敢来 咱们大炮一放 来多少咱们灭他多少啊 杜小官 你好好看看 咱们那箱子里面 有几发炮弹呀 咱就这么一门炮 这么几发炮弹 怎么跟人轰啊 这场仗是游击战 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打游击战 我经验比你丰富 你得听我的啊 你才跟枝野生男 打过几仗啊 你就比我有经验 我这个游击战的经验呀 是通过跟你打仗得来的 当现在江西 我拖着你在那山里边 转了一年半 对对的 你没事就救出重提 我倒想问你了 你是记性好啊 还是怀恨在心啊 我不跟你拼了 快点 是 用齐宇通知李华斌 把仙头部队给打掉 能拖多久拖多久 然后马上撤离 我用炮火掩护他们 是 你 Vou上一袋 放我 你怎么会干么 你怎么会干的 操掇 我站了 不可以 我还能做了 我还没做 我的理由 你也看得到我 我已经和了 我两个车 是 林长 鬼子先头部队还有五百名 杨队长说交给我们解决 他们负责掩护我们后队 好 同学们 都给我听好了啊 等鬼子近一点以后再大 不能浪费一粒子大 听见没有 是 是 准备站住 准备 打 啊 不知道爱了有多久 只知道刚明白爱 爱就散了 不知道走了有多久 只知道刚踏上路 别就开始了 当虚目拉开的瞬间 音乐传来着旁白 玫瑰的舞台 怎会有凄凉的告白 猜歌儿的诗句 反噬不了情商的黑白 戏剧的最后注定已悲剧收场了 爱散了 胜放了 心灭了 盲目的我什么都没了 手中的 飘跟了 唯一盼望你 珍藏以后几年了 当曲中人三只身我 依然深陷剧情漩涡 落幕的舞台 是谁在默念着独白 是谁的离去 切断了爱情的动脉 笑着说的永远 被眼泪无情收回了 我说的永远 我说的永远 我说的人 能不能疯不疯的 爱情的灵魂 以后再问她 所以说的永远 我说的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